好 主播各位观众 我们带您持续来关心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政治现金造假遗云 那么呢 在今天早上 检警市出现了大动作 缤纷非常多路来进行搜索 分别到了木可 石乐 以及尼奥三间公司进行搜索之外 另外就是来到我们现在身后的 这一间也就是核心人物 端木正市会计师事务所 那么呢 在今天早上 木可的部分 检警已经带走了八箱的文件物证 而端木正会计事务所这边 也预计将会把电脑 以及相关文件通通带走比对账目 而根据我们了解 北简今天将会约谈 木可公司负责人李文娟 石乐尼奥的公司负责人戴力林 以及会计师端木正 三人晚间预计将会移送北简附讯 以上是我们在现场掌握最新情形 时间交换捧内 好 主播 带您关心 民众党这个假账案风波是不断地延烧下去 那么这个民众党的党团总招 黄国昌也在昨天的时候 就已经发表声明 认为就是这个端木正的会计师 认为他就是做假账的嫌疑犯 那么现在稍早的时候 黄国昌也到了台北新议参加这个直播节目 当中也对此也表达了最新说法 我们来听一下最新访问 端木正他没有办法满天过海 我不认为柯主席有任何犯罪的嫌疑 输入帐灌水的是那个会计师事务所 这个法律的责任 我们赞成一定要理清楚 而且一定要追究法律责任 现在对台湾民众党来讲 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们一定要虚心的面对问题 对于柯文哲主席 请大家不要怀疑 我百分之一百支持柯文哲主席 航空运道黄国昌表示 他在这一次的访问当中就说了 他绝对是百分之一百的相信柯文哲 绝对没有陷入这一次的造假风波 同时也认为说这个民众党 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要学起教训 包含就是在这个查账以及书账当中 绝对是不能够交给同一个人 而被问到说会不会 因为这一次的造假风波影响到选情 他们认为就是现在 民众党就是要来个 是诚实的面对问题 那么今天晚上 北检也将正式的 对这个端木镇快递事务所 来进行搜查 以上是想最新时间交换主播 好 主播各位观众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金流争议延烧 今天早上柯文哲原本一度是要 在家来召开线上会议 但是北检一早大动作来搜索 台坡大楼柯文哲的办公室 所以他也紧急来到了党中央 来召开会议 那会议的现场 还有时任静总干事黄珊珊 对此柯文哲在下午两点的时候 离开党中央 我们来看一下稍早画面 好 柯文哲对媒体的追问都没有回应 另外其实民众党的副秘书长 也跟大家来澄清上午北检的搜索范围 对我们来讲 这个其实他的主体来讲 并没有搜索台湾民众党的办公室 也没有搜索柯文哲主席办公室 并没有动到任何一张桌子跟一张平具 或是一张纸 所以呢 目前为止 我觉得我们还是希望司法能够尽速的调查 然后水落石出 然后还给民众党一个清白 好 不过呢 柯文哲的金流案件整个延烧起来 那外界都在担心 实情到底是什么 要不要出来说明清楚 那事实上呢 柯文哲下午的时候将会寄党员信 希望就近期的争议来向党员说明清楚 也希望大家可以不要来担心 另外时任柯进总干事黄珊珊 也请职了党中央的职务 柯文哲也请职获准了 那希望呢 整件事情柯文哲何时会出面说明清楚 也有待他何时来向大众厘清 以上掌握最新消息 把时间镜头交还棚内 好 主播持续带大家来关心柯文哲的假账案 那么最新的搜索进度呢 是调查局干员 他们开的两辆车进到了北极站 里面带的资料呢 包含搜索木可办公室里面的两箱资料 另外呢还有柯文哲办公室 主动提交的六箱资料 总共八箱呢都已经进到北极站了 但是我们从中可以观察到呢 事实上调查局干员在离开木可办公室的时候 他们两辆车都是坐满着人 那最后呢来到北极站 人是去哪呢 有可能就是被带到别处 比如说市调处进行训问 好 不管如何 最后人证跟物证都会回到台北地检署继续复训 但是这个案子怎么会突然有大动作的司法动作呢 就是因为民众党跟端木正 他们两个的说辞不一 大家还记得吗 当时民众党他们是召开了记者会 他们强调呢 所有错都是端木正快系十一个人的错 但是对此端木正是不认的 所以呢 北极他们是先将监察院申报了 柯文哲政治现金的申报资料 同时呢 今天搜索的人证物证 未来呢都会跟这个北极 跟监察院申请的资料进行比对 那么最新呢 端木正稍晚的时候 他人也会来到台北地检署 目前不排除这个调查局 他们有可能呢 也会搜索柯文哲的民众党的党部 那么现在最新的消息 柯文哲他面对今天一整天的司法行动 他有发给党员的一封信 他怎么说呢 他说事实上在2024的总统大选的时候呢 这的确是一个比较大的选战 他在当中是人不清 所以才发生这样的问题 那他也是向党员航换说要给他性侵 不过呢 针对整个政治现金的流向到底是什么呢 柯文哲民众党目前还没有交代清楚 所以呢 现在交给司法继续查 以上像掌握到的最新 再把镜头交还捧内 好 谢谢各位媒体 不好意思 因为早上有在台播的部分有检调来 所以我们早上去做配合处理 所以延到现在下午再来这边提告 我想今天我们提告的主要的原因 也是这几天大家看到的 不管是我们的记者会 还有各界的这些讨论 我们还要再次的强调 在柯文哲竞选总部的所有的支出 都有完整的凭证 而且都有银行往来的记录 这些记录在每个星期 都会交给我们所委外的专博证会计师 他们去做善打上传申报的动作 在这次的风波里面 我们接到厂商的声明之后 就开始做内部的清查 我跟各位一样 我是当律师的 我也不相信有会计师愿意去帮客户 做所谓的假账 当然我也不相信 我们竞选总部的同仁 会在内部做任何的虚伪不实 所以我们立刻进行了相关的清查 从我们交出去 或我们自己留存的支出凭证里面 去比对有一些 为什么没有在监察院的申报系统里面 才找到了将近十七笔的漏灯的资料 也就是这漏灯的资料 并没有被如实的拼印到监察院的系统 而造成了到最后结算的时候 所谓存折金额跟账面资料的短差 那正常来说 甚至现今要做一个差额说明 但是我们委外的会计师 认为这个短差 他认为可以先以 因为他作业不及 他来不及做key-in 所以他用虚报的方式 编造了九份完全虚假的上传资料 在没有任何凭证也没有任何发表记录的情况下 去虚裂了九笔的支出 这件事情从漏报到短差 到因为短差所以虚报 这件事情在正常人的眼里 都不应该发生 我跟大家一样我们都是正常人 我们也不相信会计师会做这样的事 但是很遗憾的 在我们这几天的对账里面 我当我本人当面亲自问他 如果漏报了 如果有短差 为什么要虚报 我们任何人做账都不可以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你会这样做 他说是因为时间来不及 我监察院这边时间很赶 我说这是会计师该做的事 所以今天这个案子非常清楚的就是 从事业务的专业会计师 他在他业务登载的相关的业务上面 做了业务登载不实 另外因为他的序列支出 上传了监察院的系统 还有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的罪责 所以我们今天对丹布甄会计师 提出相关的告诉 第一个是业务登载不实 你应该掌管的业务登记的报告 竟然做不实的记录 第二个把这些资料上传到监察院的系统 做了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的行为 这两个部分是我们今天提告的内容 我们也希望本来在这两天 我们希望专业会计师能够成事以对 能够把这件事情对外清楚的说明清楚 但是很遗憾的 我们看到的是他可能还是认为说会计错误可以补证 我要跟各位报告 会计作业在也许中小企业或者是报账上面 会计师调整账务可能有这样的状况 但是在政治现金上面没有所谓调整账务补证的问题 在政治上面不容许有任何一丝的作假 在这边我要跟大家说所有政治现金的支出都有凭证 都有支出明细 没有一块钱不在这个报账里面 但是他应该报没有报 然后因为短差又自己虚报 这件事情是不可原谅的错误 我们认为我们内部当然管控绝对是有责任 但是我们认为会计师从事这样的做法 我们认为这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它的确发生了 我们也很难过 我们也不相信会计师会为了自己一点点的所谓的劳务报酬去做假账 但是它的确是事实 很多人说会计师没有义务帮我们做假账 是的 他也不会有正常的会计师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这件事情它发生了这就是事实 所以我们依法提告 相关的单据凭证现在检调也都交出去 我们当时也都整理好 我们本来就是要来提告 所以就这个部分我们今天来提告 只是希望能够还原真相 把责任来厘清 我们也希望这个事件造成我们对我们政党 还有各位支持者的疑虑 我们感到很抱歉 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 台湾民众党里面没有人要做假 也没有人要虚报 这个作业 我们委托了专业的会计师还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也非常非常的难过 谢谢大家 那因为早上其实延后四个小时 那除了说可以和检方调查之外 那有跟主席有告诉你 我们有跟主席报告我们今天要来提告的内容 当然对于这个事情 他也是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各位体朋友 还有各位所有全国的民众都很难想象 为什么有会计师会去做这样的事 正常来说 会计师没有必要帮任何客户做假账 我也认为他只是在便宜行事的情况下 没有办法赶着失效 然后用这样的方式 他当时的想法可能只是单纯认为说 到时候再冲销或补证就好了 但是事实上如果我做了虚假的东西 就已经构成犯罪 这已经不是补证的问题了 各位我是这个各文哲信员总部的总干事 在整个竞选过程里面 我们负责沟通协调各部门 所以这是我应该尽的责任 我身为总干事 我们财务部发生如此重大的疏失 我当然责无旁贷 所以我向中央委员会请辞党职 然后我们相关的这个事件的所有的人员 都会引送中平会 我们也会尊重党的最后决定 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 是要趕快厘清查明真相 对于整个政党受到的伤害 我们当然要不要惹人负起政治责任 这是我们要负责任 但是我们还是一样 我们希望大家相信台湾民众党 没有任何人 也没有必要 也没有任何的需要来去做所谓的虚假 那现在发生问题 中间有人犯了错 我们大家都很难过 我们都应该要好好的 尽快的把责任厘清 把真相还给大家 在闭门会议我们有非常多的同仁 我也一直问为什么要虚报 他说这是一种调节 从我做律师的角度 我直接问他 这是会计师可以做的事吗 他没有办法回答 所以自行调节他没有否认 而且我也问他有没有人指示 没有 他说没有人指示 所以我非常确定的是 这件事情专门会计师 一定要自己清楚的说明清楚 因为没有人指示 你这样子做 我当然知道 他可能是只是为了要赶着送账 但是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我不希望他再故意挥避 我觉得这个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那也因为金华城的案件 也正在约谈中 那你会不会担心就是 您或是科前市长 会有这个约谈动作 会不会影响小草事情 各位金华城的案子 反正检验也正在调查了 所以相关的事情就是近代调查 而且现在看起来 北姐也都有传讯相关的公务人员 还有所谓的都委会的委员 我想真相查明清楚 也是一样会还大家其他 细节我不清楚 但是因为我们委托他 就是可以要帮我们善打跟上传 所以这个权限一定要开给他 不然他如何善打跟上传 你说今天早上第一时间的时候 是有主席 这边有请你们把这个六箱资料拿过来吗 还是公事 你说今天早上 就是他们检叫去公所木口那边的时候 我们的资料 这几天因为都在比对 所以非常的完整放在一起 是我们主动提供给调查员 然后他们也注明说这是主动提供 将来我们需要茶盒的时候 他们也随时配合我们茶盒 因为我们现在也正在做清茶 OK 谢谢 在做清茶